嗨各位小財神 今天過得都還好嗎? 我是寶可夢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主題呢 非常的令人振奮人心 就是畫面上看到的這個星光三月卡 自動加值 居然有10%回饋 我的天啊 這也未免太好看了吧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今天就往下看 令人太期待了 好來這個 今天的影片重點有三個 第一個會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星光銀行的星光三月聯名卡 有沒有什麼好看 那第二的話呢就是 今天的重點自動加值10%有什麼好處 有沒有什麼注意事項 陷阱在哪裡都跟你講 那第三的話呢就是 我們要來盤點一下 悠遊卡的自動加值高回饋 信用卡排行榜 跟大家講 如果這張卡片放不下來 沒有關係 你還是有其他高回饋的選擇 或者是你自己有其他的卡片 也可以拿出來用 千萬不要就是放棄自己的權益 好來今天進入重點 第一個 星光銀行的星光三月聯名卡介紹 大家會發現說 蠻有趣的 就最近寶可夢開始 來介紹一些很不錯的信用卡 那這些也是我之前沒有辦的 那我在網路上研究之後發現說 它的回饋真的很不錯 於是整理成影片之後 我自己也加班了 所以昨天就有跟大家分享說 我自己的星光信用卡 隔了一個禮拜 終於合卡了 這個合卡之後呢 我的額度是40萬 真的是也蠻高的 我覺得也感謝星光銀行 就是給寶可夢機會 來使用他們的信用卡 那再來的話呢 當然就是成為救護之後 立馬就要加班其他高回饋的信用卡來使用 那麼首當其衝的就是這一張 星光銀行的星光三月聯名卡 非常的棒 那到底它棒在哪呢 當然不是它的基本權益 來看就知道了 好 它這張卡片呢 最主要是跟星光三月百貨公司做聯名 它有一些基本的回饋是 百貨公司該給的 它都有給 比如說刷卡回饋的部分 是20元累積1點星光的紅利 那提醒大家注意 需要當月新增消費滿3000元 你的紅利點數才會被計算 所以如果你只有買個200-300元 那它是不是有紅利點數的 這是銀行的陷阱之一 第二的話呢 是有這個館內的美食消費最高85折 那還有第三是這個停車的部分 因為大家如果去逛百貨公司 一定會希望能夠把車停在它的停車場 那有沒有什麼折扣呢 最高4小時 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來仔細看一下這三個權益 第一個是刷卡一般而言的話 是20元1點紅利 那你如果是在平日的話 週一到週四是紅利兩倍 如果是假日五六日三天去買的話呢 紅利三倍 我們都知道大概一般 紅利點數的回饋 換算成現金回饋大概是0.33 所以一般刷卡就0.33% 然後只有在週末的時候去做刷卡 才有接近1%的回饋 所以這張卡片的回饋率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 但是 好提醒大家 這張卡片它厲害的地方 應該是參加銀行的百貨週年慶活動的時候 或是星光三月卡厲害有活動的時候呢 拿出來做這個所謂的聯名卡的優惠 比如說滿千送百 或者是滿三千送三百之類的 好三萬送三千 這種的話呢 其實百貨公司的聯名卡反而是比較有優勢的 但是它的卡片基本回饋率呢 就非常的慘不忍睹喔 所以這部分大家也要特別去注意 就是說有一好沒兩好啦 所以說它的基本卡片點數回饋很差 但是呢 可以參加百貨公司的滿額禮 來電禮之類的 這反而是它的優勢之一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這張卡片如果你在 星光三月的館內吃飯 有到最高85折 有哪些呢 你看官網就這邊有寫 博勝店滿一千就變85折 但是呢 那個 它的那個 應該是什麼 服務費的部分還是要另外收啦 所以大概就是幫你 省下10%的服務費左右 好 一封堂 一千折九 打九折 坦島香港茶餐廳 好 也是打九折 所以大部分都是85折到九折左右 所以基本上用這張卡片可以幫你省去 這個所謂的 這個服務費的部分 好 不如小補 如果你自己是喜歡在星光三月的美食街 或者是餐廳用餐的朋友 這張卡片倒是可以拿出來用一用 但如果你根本就不在那邊消費 那你也不見得要辦這張卡片 好 那第三的話呢 就是你去館內停車的部分 它這邊有寫到 如果你在館內有用這張卡片消費一千元 好 那它會送你一個小時再加一個小時 所以就是兩個小時 那你可能刷越多 它就會給你一些額外的這個停車時數 比如說兩千就是三小時之類的 但是它的合併優惠的部分 每日上限只有四個小時吧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搭配一些 比如說在信義區 如果是信義區的星光三月的話 你可以搭配那個 比如說中國信託的101聯名卡 那麼你不用做任何的新增消費 你只要車開進去 在101每天都可以停四個小時 這個是中信101讓我稱之為信義區的停車神卡 很厲害的地方 因為101地下停車場就是最貴的嘛 但是你那邊的話 用這張卡片可以天天免費停四小時 停完車之後再去逛街看電影都很划算 所以這張卡片其實每日最高四個小時 對我來說就感覺起來好像還好 因為你還是要有新增消費 不是每個人去逛國外公司都想花錢啦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反而覺得 中信101頂級卡是比較好的 相關的資訊 我有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也請你就是去查詢一下 好不好 那再來的話來到我們今天的重點 就是自動加值10%回饋 登登 好來看一下 它這個優惠的話其實是下半年 就是7月1號到12月31號 新推出來的優惠 那它主要有三個通路 指定通路想10% 包括其中一個就是自動加值 這是我個人特別挑出來的亮點 因為大部分的銀行在特 就是所謂的特殊通路 比如說自動加值的部分 是不會給任何回饋的 因為它那個錢就是左手進右手出 然後給優惠卡公司而已 所以這部分的話有銀行願意提拨預算來做活動 你就應該要把握機會 趕快入手 因為這個優惠就是只有半年啦 現在不拿 將來就沒有機會了 好不好 那它的亮點跟相關的這個權益 我在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是官網的條文 7月1號到12月31號 是它的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的部分就是 拿星光三月聯名卡在指定通路消費 最高有10%刷卡金回饋 那麼三個指定通路並寄給1000 所以如果你自己不用自動加值 你也可以在Foodpanda或是UberEats裡面做消費 一樣是1000塊以內可以拿到10%的回饋 所以它也可以是你的美食外送神卡 但是我覺得美食外送有給回饋的卡片比較多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你反而可以把它專門用來這個特定的通路叫做自動加值 Uoga自動加值 你就會拿到比較多回饋 包括 你可以在就是比如說小額支付的通路裡面都可以用 那幾乎都是所有的消費直接打9折 這是蠻好的 那它的每個月上限是100 所以就是你刷1000塊以內就封頂了 那提醒大家就是這張卡片比較麻煩一點點的地方是 你每個月要自動就是你要去官網做登錄 那我今天7月22號我上網登錄了一下 發現7月份也不過才4000多人登錄這個活動 所以它沒有名額上限 但是呢你一定要記得去登 所以使用這個活動跟知道這個資訊呢其實並不多 所以我覺得你現在去申請這張卡片都還是有機會 就是可以拿到這個優惠 不會很難申請 因為新光銀行的信用卡本來就滿冷門的 就是連我都沒有去申請最近才申請 所以你就知道說他們接下來可能要大爆發了 因為很多人就會跟著寶可夢一起辦卡 優惠非常的不錯 提供資訊給大家但是我們沒有MGM 你想要好康的話你就是覺得不錯你就去申請了 相關的資訊我們都有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所以10%的自動價值是我看到的亮點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接下來呢要跟大家講的超級重點就是 盤點悠悠卡的自動價值神回饋排行榜 我這邊列舉了6個優惠跟信用卡 提供大家參考也讓你就是知道說 到底哪些優惠是很不錯的 可以就是參考來使用這樣子 來直接來進入重點 我們的悠悠卡的第一名首選的 穩戰排行榜第一名的就是我們的自動價值10%啦 那自動價值10%如果你一直不知道的話呢 我在這邊簡單的解釋一下就是 優惠卡公司跟這個JCB發卡組織 他們一起合推的活動已經有4年了 每一年的話呢就是一開始好像只有1萬卡 然後變1萬5現在變16200 前16000張信用卡登記成功者 那你就符合這個資格 這個資格就是說自動價值10%回饋每個月上限100% 所以你就是500塊自動價值兩次1000元 那你就可以拿到100元的回饋 下一期會在帳上就是直接折底 那有些少數的這個優惠的這個Visa 應該說優惠這個簽帳卡的部分 也是有符合資格的 比如說華南的那一張 它這個Doraemon JCB的紅色那一張就是優惠簽帳卡 是符合資格的 所以你自己本身如果辦不下信用卡 你也可以辦那張卡片來參加搶登活動 那大部分還是for這個我們所謂的一般的信用卡種 所以這個優惠呢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呢我現在已經講出來大概下個月就更難搶了 因為越來越多人搶 然後每一次以前早期都一個人可以搶到兩三張 現在一個人我一個月可能搶不到一張 因為有時候就是登不進去那就沒辦法 所以通常9點開始搶登 大概9點03分就會結束 所以16200卡馬上就會結束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看得到吃不到很難搶 所以我在這邊提供第二個選擇 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星光三月卡 那它這部分的話就是每個月只需要重新登錄 但是有記得登就是有回饋 一樣就是兩次自動加值500x2000元 那你就可以拿到一把 好這個是很不錯的 那第三張要介紹的是 趙鋒最新推出來的趙鋒1秒HAPPY卡 喔好可愛喔 這是它的金融信用卡 它還有另外一張紫色的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個卡片 所以我用這個來跟大家介紹 但是兩張卡片都符合資格 都會有這個優惠 那它這邊有寫到就是說 它給你的是5%回饋 然後每個月上限50 也就是說你自動加值一次500元給25元 那兩次就是自動加值1000元你可以拿到50 好就是這樣子一次500給25嘛 那兩次就變成是1000塊然後就給50 好所以你辦卡就可以享受 這活動是從7月1號起走到12月31號 所以你如果有自動加值需求的朋友 而且超過兩次的朋友 那你就可以申辦第二張跟第三張推薦卡 這是很不錯的 那再來的話第三張就是我們 我這邊有寫到的玉山的黑熊卡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張卡片到底有什麼優惠 只是知道Uber卡縮碎了 也是我們之前的影片主題 但沒有關係 這張卡片的優惠還是持續的喔 也跟大家做個介紹 這個黑熊卡的部分是Uber之前的前身的卡片 就是說也是推出跟台灣黑熊有關的卡片 那最後他們有獨自發展成Uber系列 包括還有粉紅色的卡片之類的 但這張卡片其實也是玉山黑熊系列卡的第一張 也是很不錯的 那它的優惠我個人覺得也是可以 但是它有新增消費的限制 所以我把它放在比較後面 給10%每個月上限100 也就是說自動加值兩次 500X2 1000塊你可以拿到100 那這個活動是走期是今年年初到年底 但是它需要每個月有新增消費3000元 如果你沒有辦法拿這張卡片刷3000塊的話 那麼你就不要拿這張卡片的自動加值出來用 因為對你來說你一定是看得到吃不到 那再來的話呢 易銀的綠火卡要推薦一下 它有8%的回饋 但是這個是新戶8% 那舊戶的話呢是5% 所以相關的這個權益你可以上官網去看 或我們下面的資訊欄有做付註 當月需要有新增消費1000元 然後呢你可以拿到這個所謂基本的5% 但它這一次今年2月到年底 它有做一個加碼的部分 給新戶多3% 所以這個8%數字看起來就非常的吸引人了 但是呢 每一個人的新戶資格都非常的珍貴啦 所以如果你用新戶來辦這張卡片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參加我們卡板幫 ILEO信用卡的新戶MGM活動 所以這個大家就自己衡量 我們都有準備好活動 但是你可以看自己的需求來選擇 要以哪一個身份來辦第一張你的易銀信用卡 那但是呢 如果你用易銀綠火卡當你的新戶的第一張卡片的話 你可以拿到自動價值有8%的回饋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有興趣的自己上官網去看一下相關的資訊 下面資訊欄也有 那第三張是有6%的回饋 提供大家參考 就是台北富邦的這個台歌大聯名卡 那它本身要綁定這個窩裡錢包 需要更換MCSIM卡的部分 然後跟Android MCC手機 所以iOS系統的朋友不好意思了 就沒有辦法使用到這個優惠 但是呢 你只要有使用這個所謂的窩裡錢包的部分 它有優優卡的功能 拿去手機做感應做掃碼支付 不是掃碼感應支付的部分AMC 就可以拿到6% 那這個6%是它整個Total活動的上限 給到每個月300 那所以它這是跟其他的優惠內容做併計的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再去多了解想起 所以這邊就盤點了 有10%的回饋 有5%的回饋 有門檻 沒門檻的 然後有登錄就有的 或者是要有新增消費物 是要有限定手機的 準備了6張信用卡來提供大家參考 那你自己就依你自己覺得 欸還不錯的 自己去申請來使用 我個人是覺得 你最好是不要有那個什麼 消費13000的門檻 這種好麻煩 要換手機的我也不喜歡 所以我把它排在第二頁 但第一頁的部分 你就是基本上有辦卡 然後有登錄就可以用 那就很好啊 因為你這是 至少也沒有那個新增消費的壓力 所以我的這個排名的部分 是用這種方式來跟大家做一個區隔 這部分是相對簡單一點的 那第二的部分的話是相對比較困難一點點的 好這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最後的話呢 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寶可夢金句 每一次的話呢 我們的影片最後都會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 這一集內容呢 大概寶可夢有什麼新的感想 好我們來聽聽看 江山帶有人才出 各領風騷數百年 好這怎麼意思呢 這很簡單就是 悠遊卡的這個自動加值回饋呢 雖然已經好幾年了 但是呢 其實有各家銀行他們越來越願意 就是針對這一塊來做耕耘跟給回饋 好包括我們的星光銀行 真的是 跌破眼鏡也沒有想到 他居然會加碼在這個自動加值的部分 想必星光銀行已經算好了 就是反正也不會有人來辦 所以說就是回饋給高一點 但是有可能 好急轉彎 就是太多人申辦之後 他可能就把它收掉 也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有好康就趕快下手 好千萬不要再猶豫了 你再猶豫下去 可能人家下半年就直接收掉了 好 所以 這個任何的優惠呢 都是有可能會被取代跟被更動的 好所以 現在有優惠就趕快上來 因為 江三代有人才住 各領風騷數百年 應該是說如果這個市場越大 越來越多的銀行就會願意提出優惠來加入戰場 那我也希望說有越來越多的銀行來共襄盛舉 那麼我們台灣的金融產業就能夠信心向榮了 好不好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最近影片 而且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非常歡迎你趕快來訂閱一下 小鈴鐺開起來最新的優惠資訊跟理財的相關介紹呢 就會傳送到你的email 你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 那也非常歡迎你把這個這麼棒的自動加值的回饋資訊呢 分享給你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辦卡享受折扣 好嗎 讓我們大家一起來離這個財務自由越來越接近 好不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